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美方言论 罔顾事实 不分是非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今天就美方近期设钓鱼岛言论达记者问时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有始为平 有法为拒 这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日本政府执意采取错误构岛行动 并不断采取升级挑衅行为 是导致目前钓鱼岛局势持续紧张的根源所在 这也是任何人都掩盖不了的 秦刚说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美方言论罔顾事实 不分是非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钓鱼岛问题 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 取信于中国人民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地时间18号称 对钓鱼岛主权归属 美方不持立场 但他同时做出强硬表态 表示美方反对任何可能侵害日本钓鱼岛行政权的片面行动 回顾历史 日本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越走越远 美国难拖其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根据开罗宣言和波子坦公告精神 钓鱼岛应该被归还中国 但是美国却从军事角度出发 将钓鱼岛作为被它占领的琉球的外围防线 并在1951年抛出了旧金山合约 使日本对钓鱼岛有所谓行政管辖权 1972年 钓鱼岛作为冲绳线的一部分被美方归还日本 并且一直处于日方的行政控制之下 前不久美国国会又通过把钓鱼岛列入美国2013年度国防授权法 第一次加入了钓鱼岛防卫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内容 此举充分表明在这个争议当中 美国已经远离了中立的立场 专家表示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如此明显偏袒日本的表态让人惊讶 仿佛在向外界表明美国并不希望钓鱼岛风波平息 希拉里说 美国不希望看到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出现误判的行动 这句话对于美国自己也适用 美国应该多做游历于缓和局势的事 不要反过来火上浇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东京说 日本将会修改现行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以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 日本防卫省当天举行仪式 欢迎参加哥廊高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自卫队员撤回日本 安倍在仪式上称 近几年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 为此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 2010年12月 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 批准了关于未来五年自卫队人员编制和装备数量的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此后不久 日本政府又通过了关于未来十年防卫力量整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 强调重点加强对西南海域的防卫能力和警戒监视力度 改变过去基础防卫力构想 代之以激动防卫力构想 日本自民党在其中院选举竞选纲领当中提出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 大幅扩充军费提升自卫军为国防军等内容 这其中不难看出自民党寻求增加日本军力的野心 而从实际上来看 安倍政权上台之后的种种举措恰恰也印证了这一点 安倍在2012年12月底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出席就任仪式时 给小野寺下达四项指示 其中包括重新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整备计划 以及强化自卫队职能提高防御力等内容 日本媒体公开的2013年日本防卫预算查案中 则明确要求构建动态防卫力 为此日本自卫队需要强化以下几点 确保周边海空域安全 应对针对岛屿的攻击 应对网络攻击 应对弹道导弹攻击等 本月11号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13年度预算申请概要 2013年度预算申请比2012年度原始预算增加了1000亿日元 这也意味着日本防卫预算重返4.7万亿日元大关 恢复到自民党下台前的水平 这也是日本时隔11年来首次增加军费 日本媒体称增加防卫预算 是为了彰显自民党重新执政后 政策的转变 意味着安倍已经在着手落实 自民党有关扩充日本军力的承诺 1月18号 缅甸总统府发表公告称 将从1月19号开始停止针对克钦地区的军事行动 缅北地区的安全局势出现了转机 19号下午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傅盈 在仰光与缅甸总统吴登胜 和缅甸外交部长吴温纳茂伦举行会谈 商讨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局势 在缅甸总统府发出停火声明之后 不到24小时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盈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齐建国 就飞敌仰光 败回了缅甸总统吴登胜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中 双方就进一步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维护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交换了意见 在这方面双方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 缅方也讲了他们的一些想法 我们也表达了我们的一些关切 我们希望中缅边界地区能够保持和平安宁 能够让边民的正常生活不要受到干扰 在这方面双方看法还是一致的 都要做出努力 此外缅甸总统吴登胜也在会谈结束之后 主动接受了本台的独家专访 并透露双方除了谈及缅北问题 还就两国其他领域的合作 以及中国对缅甸的援助事宜进行了讨论 民队政府刚刚宣布停火 中国外交部和军方的高级别官员 就迅速并且同时出现在阳光 显示中方在敦促双方停火 维护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方面 正逐步加大斡旋力度 央视记者来自缅甸 阳光的报道 中缅经贸合作由来已久 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2011年以来 中国在缅甸投资建设的密松水电站等多个项目 被突然叫停或搁置 其他合作项目的推进工作也并不顺利 那么中缅经贸合作都是遭遇了哪些阻碍 又该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中资企业在缅甸的发展呢 应该说中资还是有一些先发的优势 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缅甸有友好的交往的历史很长 我们在缅甸采访也看到很多地方的公共的设施 基础设施的道路 桥梁 包括一些建站都是由中国原建的 中资在这里从九年代开始算的话 有20多年的历史 应该说还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但是面对现在缅甸的这种投资环境的变化 我们必须要做出所缅甸的应对 缅甸国内的投资变化呢 主要分为这两个方面 比如说国内本身的政治的这种变化 政治这种多元化诉求也变得更加的多元 另外一方面呢 缅甸国内还有一个稳定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这个民族和解的进程 虽然现在进程的总体看比较顺利 但是时而还会发生一些冲突 比如说我们有的企业也吐在这个冲突的这个地区当中 所以他们的这个业务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其实更重要的呢 还有国际的一个背景 应该说缅甸这两年它的这个开放的步伐非常快 而就在昨天呢 缅甸的第一次发展合作论团 在他们的中国内部都举行 我们看了一下 大概有2.2亿多人来自这个全球各国的 包括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 所以说这样一个国际背景的变化呢 也是现在中国企业要必须去努力把握的 我们前两天也采访到了商务部的副部长率领 中国经贸代表团来到远面进行考察 一方面商谈中原的这个下一步的经贸合作 更重要的是就是要解决当前中资在这里 遇到了一些投资方面的难题 他也说到的可能中国企业作为本身来说 也要适应这样一种变化 原来主要是和政府方面打交道就OK 但是现在要学会和各方方面打交道 这里面提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中国企业这边不太习惯的 公共关系的这样一个处理 也就是说通过媒体让更多的社会公众 知道你的项目的公开的信息 要加大力度做这样一个公共关系方面调整 19号 俄罗斯海军近十年来最大型军演 在黑海和地中海海域拉开了帷幕 黑海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军舰 都参加了这次军演 包括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北莫尔斯科号大型反潜舰等在内的 八艘大型舰船都参与了演习 此外还有多艘特种船只支援舰 以及远程航空兵空军和防空军寺定部等 都是一并参与 据报道 演习将会持续到本月29号 这期间 俄海军将会执行超过60项演习任务 包括发射导弹和舰炮射击 据了解 俄罗斯从去年12月份就开始筹备这次军演 所有亮相的舰队 都是俄罗斯海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军事观察人士指出 不论从演习的规模 演习地域的选定 还是演习时机的选择 这次军演所透露出的信息并不简单 此次演习亮相的巨大舰队 使俄罗斯军事力量 感谢